大家好,我是Dan hiphop经纪公司AOMG HIGHER MUSIC的代表PakJabob 在12月31号突然发表宣布辞去代表役职后 1月1号也将自己的IG关闭了 12月31号PakJabob在自己的IG宣布 经过无数的苦恼长时间的考虑之后 决定卸任AOMG HIGHER MUSIC的代表职位 大家应该都吓到了吧 之后也会以顾问跟现在一样维持好关系 宣布卸任了2013年自己创立的AOMG跟HIGHER MUSIC 然后现在进入PakJabob IG的话 会显示网址错误或者是IG已被占掉 而因为在宣布卸任代表的前一天 PakJabob有在Twitter发文 如果我退出演艺圈或者是消失的话 请怀念我 而让很多粉丝们都很担心 因为太突然有下到也很伤心 但是哥哥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什么位置 都会做得很好 所以会一直因缘的 听说开始了酒类事业是为了集中这个吗 但还是希望能持续的发表歌曲 应该不是隐退 之前说过会发表新专辑 应该只是卸任代表关闭IG想休息一阵子 PakJabob是给我们证明了人不能以貌取人的榜样 在宣布卸任代表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新年的1月1号 PakJabob发表了ToLife歌曲 从PakJabob的特写慢慢的放大 出现所有LMG艺人们的部分 真的是有点感动 希望PakJabob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都能撑 不 相信PakJabob一定能成功的 下个消息是 昨天在介绍2022年退伍的韩星门的时候 因为有漏掉的几位 所以想要补充一下 除了昨天介绍的韩星门之外 今年也会有 如果还有漏掉的人的话 我会在退伍之前弥补上去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社非常不喜欢YG的理由 在昨天第一社公开的演唱会片段后 很多网友们发现 出演的歌手名单中 有SMJYP嗨补的艺人 但是大型经纪公司当中 唯独没有YG娱乐的艺人 所以就有网友整理了 第一社不喜欢YG的理由 是因为YG对于恋爱绯闻的对应方式 这位网友表示 每当在YG艺人被爆料有关恋爱绯闻的时候 YG官方总是发表声明 艺人的私生活无法确认 而如果像是之前 米诺希尔这种假消息 就会声明 非常傻眼 然后最经典的就是 大家应该还记得的 Big Bang Téan跟Mignorin的时候 YG官方的声明是 现在联络不上Téan 如果是真的 就会恭喜他 网友表示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地社不喜欢YG 如果是真的就会恭喜他 真的太好笑了 其实就是需要这样傻眼的对应 真希望所有经纪公司都能这样对应 歌手恋爱 为什么为了让大众们知道跟踪偷拍呢 IDOL们只要不犯法就好了 所以 大家喜不喜欢YG娱乐的这种对应呢 下个消息是 一位对自己的亲女儿下手 连续15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肤浅 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我亲爱的家人们 因为我的罪名不好 所以在这里都不把我当成人 生活过得真的很悲惨 跟外人都能和解 毕竟我还是家人呢 不是爸爸受到很多惩罚就会很好不是吗 这是我们家庭会受损的事情 然后老婆 我很想你 一想到你就会流泪 可能是太想你了吧 爸爸不能就这么结束 在弥补你们之前 我是不能死的 闭上眼睛 原谅我吧 你的罪名都不把你当成人 还需要原谅吗 真的连空气都感到浪费 加害者总是这么无耻 没有一丝反省的样子 太恶心了 在弥补你们之前 我是不能死的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大家能看出来这是哪个女团吗 这鱿鱼游戏 这么不顾形象 是为了宣传的新人 错了 是出道11年次的APINK 非常期待2月份的新专辑 这鱿鱼游戏